澳門特區成立21週年慶祝首會12月20日上午在中璞中合體會議廳舉行 行政長官賀一誠、全國政協副主席賀口華、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張榮遜等出席 行政長官賀一誠致遲時表示 新的一年面對依然複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 將統籌兼顧疫情防空與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新的一年、新的作為 面對依然複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 我們務必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去年視察澳門時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 奮發有為強機固本、迎難而進 統籌兼顧疫情防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 持續深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和法制的建設 不斷提升特區治理的水平 智力、建設、連結、高效、公正、變文、變商的現代服務型的政府 推進、推動、數字政府、建設、提高行政的效能 全力做好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宣傳和推廣工作 落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增強居民國家安全意識 加強政社合作的協調 鞏固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 切實防範、壓制外部勢力滲透和干預 確保特區的大局穩定 做好明年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工作 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